香港富豪似乎都喜欢用情人的名字 来命名自己开发的豪宅项目 以此来表达自己的爱意 除了李肇基之外 霍英东也曾经做过这样的事情 霍英东当年曾经在香港开发了一个豪宅项目 并且命名为嘉汇园 这个项目其实就是霍英东为了追求欧嘉汇而建设的 许多人都知道 霍英东有三个妻子 但是许多人却不知道 霍英东红颜知己欧嘉汇的存在 霍英东当年可以说是非常喜欢欧嘉汇 所以才建设了这个豪宅来追求欧嘉汇 不过让霍英东想不到的是 最终欧嘉汇拒绝嫁给自己 反而选择了一个事业没有成功的商人 何首信 那么这个欧嘉汇到底是谁呢 最近欧嘉汇在美国去世 引起了香港娱乐圈的轰动 有消息说 张学友、谢贤等大明星都要去参加欧嘉汇的追悼会 欧嘉汇在香港娱乐圈有着很高的地位 她是第一代的少氏女明星 欧嘉汇年轻的时候可以说非常漂亮 而且欧嘉汇不仅仅漂亮 而且她的人品也是非常好 在香港娱乐圈这个大染缸 欧嘉汇可以说是出淤泥而不染 最近欧嘉汇第二任丈夫在美国发表声明 她说欧嘉汇当天说自己有点累 让自己扶着她去厕所 结果她却发现欧嘉汇很快就没有了呼吸 欧嘉汇最终在丈夫的怀抱里面去世了 也算是非常幸福了 在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影坛 欧嘉汇可以说是宏极一时 当时欧嘉汇在娱乐圈的地位就是大姐大 欧嘉汇长相精致娇俏 气质清纯大方 当时许多人都把欧嘉汇看成是梦中情人 当时追求欧嘉汇的富豪名流也不少 其中包括了当时香港华商第一人的霍英东 那个时候霍英东应该还没娶三太太 霍英东追求欧嘉汇也算是非常疯狂 不过欧嘉汇却不是一个贪图财富的女人 欧嘉汇权衡再三 她最终嫁给了何首信 因为那个时候霍英东已经有两个太太了 不过欧嘉汇这个选择并没有获得好的结果 欧嘉汇跟何首信的婚姻仅仅持续了三年 因为何首信很快就跟另外一个大明星汪明奎走到了一起 欧嘉汇十分伤心 最终选择离婚 并且离开了香港这个伤心地 去了美国生活 其实欧嘉汇当时也可以重新跟霍英东在一起 不过她没有如此选择 霍英东的二太太冯坚妮 之前就有一段婚姻 香港很多女人为了嫁入豪门 可以说是不择手段 还有的女人甚至会不惜委屈求全 郑家纯的妻子知道丈夫在外面有了女人 但是她只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不能影响自己的地位 其他都无所谓 李嘉欣为了嫁入豪门也算是费尽心思 有底气拒绝嫁入豪门的女人 在香港真的少之又少 欧嘉汇就是这样的一个女人 欧嘉汇不仅仅拒绝了霍英东 她后来还曾拒绝了中国香港石油大王刘浩钦 这个刘浩钦也曾经学习霍英东 在上海购置了一栋豪宅 并且用欧嘉汇的名字来命名 欧嘉汇去了美国之后 重新到学校读书 学习设计课程 后来在当地开画廊为征 后来欧嘉汇通过自己的姐妹 认识了一个新的男人 这个人不是富豪 也不是圈内人 随后欧嘉汇跟这个Peter的男人 走到了一起 两个人一起生活了几十年 过着简单幸福的生活 欧嘉汇在三年前就患上了癌症 当时欧嘉汇身边很多人都非常伤心 反而欧嘉汇一直积极治疗 同样一直宽慰自己身边的人 欧嘉汇这样的大智慧也算是人间少有 非常值得我们佩服跟学习 感谢观看